这个家里有了他 才有了灵魂 家长吃饱了 他就一个人能在家玩一个小时 不哭不闹 可乖了 自己玩的可爱了 宅宅 阿猪 阿猪 宅宅 宅宅 狗子时不时会来看看他 是吧 刚刚说完他乖醒了 然后到处看 宅宅 这妈妈在家可满意吗 对 到处看 我觉得他长大之后会不会喜欢我种的花 老公快来刚把我吓死了 怎么了 刚刚不是在拖地吗 就那一瞬间我想进来看一下 还好进来看一下 他把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 他把这个拖起来 然后 就是完全这样子 遮到他的脸上 然后这里挣扎挣扎挣扎 然后吓得微生了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咱们吓死了 我现在就已经跟他已经有五指连心了 你知道 我就 我只拖了一半 我想进来看一下 然后那个到他头上 他在那里晃晃晃晃晃 要挽进来 我真的不是发了 发生啥事 所以我把他全部绑起来 他这是松的 他手机很大 一下子就包包到脸上去了 我来 我来绑 我大概知道怎么绑 吓死我 你晓了吧 爸 你不来保护弟弟呢 你去哪里呢 六丸去了 六丸去了 你快来看看弟弟 我是真的惊魂 我一定啊 太危险了 一定要绑扎实了 这些是没有经验的 我以为那个白色就是一个装饰 这张是要绑上去的 我宰的力气 我特别特别大 我这早上有一点点阳光 然后我就给他这样子晒着 眼睛那个地方呢 刚好是挡住的 看 眼睛是没有照到的 还有请教一下大家 就 我在在睡觉 老是头歪上一边 是不是可以买个那种 就是枕头样的把它卡住 让它震着睡呢 大家看 他家就是这样子 刚刚那一下子 他把那个又卷过来了 你看 这个手在这里 看 这样一掰 就捂住自己了 好吓人哦 对那个手那里 特别特别特别小心 他绑绳在这老公 绑绳在这 先绑头 好 先绑那边 待会再绑一旁 来 治多少 一定要 响 Extra 了 怎么 这 牛 全家 逸荫 是现在吧 你看照顾孩子 有一点点不注意都会发生危险 我们两个都该打屁股 这个危险没有注意到 它现在是一天一变的 就是手脚力气越来越大 以前它都拖不动 但现在能轻易把它拖动 盖在自己脸上去 我现在都还是怕怕的 就太珍惜它 所以我老实说我有这种 焦虑症 你放屁 就我的焦虑是时刻都会担心它 就像昨天它吃奶 就是吐完之后 就是瞬间 不动了 我说老姑他没呼吸啊 啊 紧张紧张 我说他睡着了而已 就是这种 总是会害怕害怕 我想这种揪心的哦 人家说这个 取经要经历9981 一烂 我觉得这个做父母的 到他长大了 感觉经历9981次 就是惊惊胆赞 就惊惊胆赞 哎修 给 给 下五个老肖准备啊 他睡觉的时候 有个人守着他 我们会选择性的放弃一些东西 先陪着他健康长大再说 我就这样吸到一半就觉得 哎要去看宰了 一扔然后就跑回去 刚好碰到那惊险的一面 大家看 咋在没有衣柜那衣服都30 放在沙发上的 所以我要把它装进衣柜去 给他全部的 分类的 装好 哎 现在只能这么一点 我相信再过两个月 可能就装不下了 再买一些小衣架过来 他的小衣服啊 可以把它挂起来 他翻的时候比较好翻 大家看到就是我们现在每天 就是一早上起来 把家务室做完 然后老上来就 照顾孩子 我们现在整的全职的 这个 宝 宝妈 宝爸 但是为了他 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所放弃的一切也都是值得的 嗯 嗯 噢 爹爹 喝奶 咱们干奶去 噢 噢 干奶干奶干奶 不知道不知道 哎呦 哎呦 呦 大家看我宅有点散火了 就是 嘴上有个小红豆 嘿嘿嘿嘿 呦呦 呵呵呵呵 开始逼了 啊 你看 开始逼了 逼了 耍汗呢 耍汗呢 好了好了 赶紧的 指尖都给我扯掉 哎呦呦 手指放开 我不是 Mississippi 别润了 我帮你 在 Riviera 那儿 我帮你 我想没什么 这儿 吃了 我帮你 想吃他 这儿 还是 我不能做 我说 好